早安 YouTube 哈囉大家好 我是Howard 有沒有覺得今天這個開場比較特別一點呢 沒錯 有人說想要看你比較生活上的影片 其實是一兩個人而已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來分享一下我在多倫多生活一天 大概都來做哪些事情 那今天剛好有一點事情要做 所以讓大家來看一下 那今天一整天的開始呢 就是由刷牙洗臉開始 那我們先刷牙洗臉吧 怎麼有口罩在這邊呢 相機間架好再來刷牙洗臉 好 換個音樂好了 Hey Google Play some music Play some music on Spotify 在多倫多這種地方 常常天氣都會很乾 所以擦乳液是必須的 我以前都不太擦乳液 但是來到多倫多這邊之後呢 發現不擦乳液的話 他皮膚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 幹不怪油味好像塗太多了 好刷完牙洗完臉之後呢 早上我起來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泡我咖啡之後呢 弄一些吐司來當早餐來吃 然後來開始我的一天 咖啡粉的部分呢 就是加拿大這邊非常知名的聯手品牌 Tim Horton 那我們來泡咖啡 昨天的洗一洗 在我泡咖啡的同時呢 看一下外面這個景 那我住的這個地方其實非常方便 在前面這邊就是DVP 就是連接多倫多 就是應該算是整個Downtown 跟郊區的一條快速道路 在這邊 我一路上往前引到這邊 那我這邊大概走路一分鐘 就可以到達這個地鐵站 所以非常的方便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我的主要工作區域 我的吐司 海關筆還要美麗 不知道我的葉子喝不喝咖啡 給他一點好了 看一下 葉子還是要喝水 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有時候香蕉外面看起來非常綠 但它其實裡面已經很軟很熟了 到底要怎樣分辨能不能吃呢 還是只有拉開才知道 以下留言 前一陣子申請了這個Amax的卡 哇 本來以為是那種塑膠卡 沒想到竟然還這麼厚 我是硬的 剛剛突然看到台客導演發了這個影片 讓我也想畫了老妝 不知道畫完之後會當什麼樣子 現在要來我們這棟建築最喜歡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健身房 我們健身房真的是 讓我離不開的原因 看一下我昨天的晚餐剩下有哪些 現在 時候順便煎一顆蛋 後 切 謝謝 來銀行申請貸款籤子 準備要去參加晚宴囉 好 支持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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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呢 準備要去機場接機 那希望等下路上有紅燈的時候 我可以錄影給你們看一下多很多市區長什麼樣子 就是我做的這個Downtown neighborhood 等一下要去的機場非常的近 在多倫多有兩個機場 一個是在Misissauga 就是人們所謂叫密室的地方 它可以從多倫多市區開車過去大概40分鐘 那我現在要去的是在多倫多市區的另外一個飛機場 比較小一點 希望待會不會堵車 我通常在多倫多呢很少開車 因為大部分多倫多 Downtown我能去的地方 大部分是直接做TTC 就是這邊的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那只有偶爾可能要到去採買啊 買菜等等的時候 才會選擇開車 一方面停車非常貴 再加上開車的話也要保險 然後要保養 又要加油等等的 其實一個月的開銷 老實說 還蠻大的 我自己個人覺得 但是現在剛好是COVID 所以我就比較沒有那麼常開車了 那就把車大部分都停在地下室 抓一下頭髮 好大家這就是我的一天 希望我的這個一天 能可以作為大家的一個參考用途 那今天就差不多 就這樣子囉 Cheers 拜拜 好